看一下购物车的sample 购物车的sample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进到画面会有这个画面 我已经采购了七本 那什么叫采购七本 采购的方式 其实这个需求 这一题非常简单 我刚刚有讲说点进去会跳一个页面 其实跳一个页面太麻烦 感觉怎么样 把这地方点一下 按一下就一本 按一下一本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然的话你跳一个页面的话 你看你页面做不完 太多页面了 那这一题其实比较简单 理论上应该是 点下去之后会跳一个页面 然后让user去选 不过这一题的话我们不要那么复杂 点进去的话就是一本 而且你要知道说点下去 这个是点了哪一本 那最后的话呢 上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点下去之后 比如说我点了三本 那这地方就有三本 这地方就有四本 这这样的三本 就会总共采购了几本秀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呢 会有几个需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主页 那主页部分的话 这地方呢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主页里面的话 它的程式 这边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主页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第一个就是 主页部分 我会先设计一个 所谓的shopping 这个severlator名称的话呢 就是shopping的一个主页 那shopping的主页的部分的话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总共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在 这个shopping的这个部分 我的名称 view就是shopping.view 这个shopping.view 就是各位一进来 看到的这个页面 那看到界面这个地方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四张图 所以四张图的部分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webcontent里面的 自己建立一个 这个什么呢 一个资料夹 然后把这个图呢 怎么样呢 把它塞进来 这边的话 有四张图就放进来 分别是 这个地方的话 这张图就是 购物车的图 这张图 那其他的话 就是这三本书的图 OK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网页做出来 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用 那个记事本来打的话 很辛苦 所以你可以在 别的软体上面做完 做完之后 怎么样呢 再把它放过 放在最上面 把它堵成一个字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地方的话呢 我用字串的方式 有没有 串接后面加号 串接加号 串接加号 你可以自己再把 那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反正把它单个字串 前后字串 然后背是一个table 它这边是一个 这边一个table 一个table 然后这个我想 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这个结构 OK 然后组出来之后的话 重点就是说 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在这边一样 设定UTL8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我这地方 会宣告一个类似 一个这个 这个范形的物件 一个这个清单 那清单里面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首先底下 一样 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section 那这个section的话呢 我就要判断 如果这个section里面 先取得什么呢 取得购物车里面的资料 购物车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NOR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这边的话呢 如果完全NOR 那表示说 现在没有 没有任何的购物 没有任何的购物的资料 所以我就在这边建议 有一个array list 一个正列的一个清单 一个范形物件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主要是要做什么呢 要放那个购物的清单的 再来的话呢 set set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 我的一个购物车 carts 然后呢 再把这个范形物件 放进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地方 除了说我可以放一个p 一个value 这个value的值呢 除了可以放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放一个自串之外 你也可以放一个什么呢 一个范形物件 也就是一个清单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else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地方 从 如果已经有购买过的嘛 对不对 购买过的话呢 那就是从 从这个section里面 把它get回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完全没购买的 这个是有购买的 这个是有购买的 那有购买的话呢 那有购买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从 这个什么呢 用get attribute get回来 从section里面 抓出来 到底它刚刚购买的几本书 然后呢 把它get回来之后 再强制转型成为一个 这个范形物件 再把它放在这个card里面 所以这地方购买车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respawn出去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一串 输出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在披压那里 随后有的cardsies 这个 在词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是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上面的这个 那这个 传过来 是一个 Coin Format 对 Format Format 的部分的话 這個HTML應該指的是上面這一串 上面這一串 然後把它輸出 後面的話加上一個cut 點size 就是有幾本 那這個應該是指的是 點size 有幾本書的意思 總共取得幾本書 所以最後看到的話 這邊就有幾本書 相關的訊息秀出來 從這個地方做出來 這裡的話大概了解一下 大概主要比較會問題的上面部分 你們自己再把它畫面做出來 然後這個section部分 主要就是判斷是不是有 就會把它輸出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點擊它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要去做訂購的動作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下方 這邊有一個超連結 連結到什麼呢 b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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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這邊需要再建立 另一個severlator 就是我建立一個by 點java的severlator 然後呢 它的view就是by.do 那我當我點下去的時候 這邊點下去會多一本 而且會記得說是點的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話呢 在我們畫面上面 你們在建 shopping的那個畫面的時候 你還要記得做超連結 點了哪一個 是要 java的書 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 by.do 超連結的部分呢 你要自己在設計的時候 要知道說 用by.do這個view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執行 用get的方式 傳參數 by.do by.do 所以從這個地方去決定 他要這個傳過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 我們要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傳過來之後的話 因為我要 處理的是 那個url的參數 是get 所以就用bookget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呢 會傳過來 是一個book的 有沒有 傳一個book的參數過來 然後呢 如果這個地方不等於no 而且它的長度不等於0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 就把section裡面的 有沒有看到 這地方的話 也是一樣 cut 這個購物車裡面呢 去做什麼呢 做 add的動作 也就是第一個先把它取出來 就是原來有的 原來有的幾本書有沒有 有這地方 原來有 有11本書嘛 對不對 先取出來 然後你按下一個的話 再add一個 變成多一本 對不對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一行 就是先取出來 原來的 對不對 長度有多少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 cut.add addbook 這個book是 這個 syncbook 而且呢 把這個地方的清單 也把它記下來 哪一本書 因為我們傳過來的參數 有Java 有JQuery 有那個 還有一個什麼 JSP separate JSP 然後也把它加進來 加到哪來呢 加到我們的 這個範型 範型物件裡面 把它存起來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反之的話 就回去了 因為如果說完全沒東西的話 那就把它彈回去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 一個是這個 把清單做出來 有幾個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是 範型物件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把資料 因為我剛剛不是 進去了 這個是要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 我要怎麼做 其實這一組 有時候甚至 是需要Database 但是這裡 沒有用Database 我們用那個 範型物件的方式來做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 把清單叫出來 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 我們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 cut.lu 那實際上就是這一個 那我會建立第三個 Servilator Servilator View的話呢 就是 cut.view 對不對 然後裡面的話 要做哪些事情呢 其實也是處理什麼 處理那個 GET的部分 GET的方法 那GET的方法裡面的話呢 如果 Session裡面 等於弄我的話 那就彈回去 表示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購買記錄 沒有購買記錄 當然不能進到這個畫面 對不對 那反之的話 要做哪些事情呢 反之的話 就把這個 判行物件 這邊的話 我們用 request.get 也是一樣把 我們的那個 Session裡面的 資料 一個清單 通通把它調出來 那因為這個地方 我用get.hp 裡面有個 com 這是我們剛剛存的地方 放在這個判行物件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利用什麼呢 用一個map 用一個map 那這個map的話 基本上 也是有點像 表格的形式 一個表格的形式 那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放了什麼呢 一個 string 一個 integer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建立一個這個map 名稱叫做books 那new一個什麼呢 這個 用new的方式 後面要加一個 這個hashmap 然後把這兩個資料放進去 這個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它就又跟 把list的資料可以把它放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也是for each 然後把book 這個資料怎麼樣呢 我們在購物車裡面的資料 把它塗進來 塗進來之後的話 再分別把資料 預設lumber等1 然後ifbooks裡面 這個content key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在 在map裡面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們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key 讀出來 因為它一定是一個key value的架構 然後分別把這些資料 能讀到number 這個地方 如果 這個裡面的 number的期 那就 把這個地方get出來 加一本 最後的話 就把 這邊是 這個圍圈判斷 如果這個裡面的值 跟 強制轉型 因為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string 一定會有一個indager 最後的話 我們就把 number的部分 跟 前面應該是 負責部分 應該是一個也是一樣的 負責到哪裡呢 負責到 前面一定是一個key key的名稱 然後後面的話 是一個基本書 就是哪一本書 它有多少的數量 哪一本書多少數量 最後的話 再把它 用table的方式把它塗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我們清單列出來的話 哪一本書 然後呢 有幾本 哪一本書有幾本 可以把它列出來 大概的 這個 這個做出問題 然後 大概是這樣的 那裡面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 應該是在 那個list 跟map上面的 之類 不過各位也不用太 把這個 這部分 你可以把它用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list 這個範型物件 有點像一個清單 一個清單 然後 nap的話呢 有點像這個表格量 兩欄式的表格 前面一欄的話呢 是一個字 一個字 一個字 後面一欄是一個數字 那我們只是把這些呢 通通都把它加總起來 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本書 數量有多少 這書量有多少 大概是這樣 我想這部分的話 各位也可以 試試看 這題應該是比較 比較困難一點 那 一個的話 我想各位 先 先試 把那個 shopping 主頁的部分 先試著 稍微做一下 這一棒 那至於圖的話 你們就是 找 四張 四張大概的圖 就可以了 來練習一下 還是說 你們 因為這一題 稍微 複雜一些 還是說 我把這一題的 sample source code 然後 就 分享給各位 好 那你們自己再 刷一下 稍微把那個 流程